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这台机子再把它算好的结果再返回去的话 来促进大家去研究量子算法 明年我们就开始要在这台机子上 我们就要试制一下50比特的一个芯片 基本上我们现在认为 如果我们有一个50比特的样品 如果我们能够比较好的控制它 我们就有可能实现所谓的量子成霸 也就是在某个特定的问题上面 比所有的经典计算机都算得快 不管你是超算还是个机子都不算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